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現在某一個物體 它的那個速度跟時間的關係是這個 那物體質量300公斤 關於此物體的受力情形 下列敘述核的正確 因為它是速度越來越小 所以它是受到一個跟速度相反的力 受到一個阻力 物體的受力越來越大 這錯啦 物體的受力是固定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斜率是固定的 F 現在應該是阻力 F是等於M 這斜率 A是斜率 斜率是固定的 質量固定的 所以它受的阻力是固定的 所以AB都是錯的 第十秒的時候 第十秒大概在這裡 對 第十秒 物體受力為何 第十秒的話 第十秒還是在上面 所以我就算它的焦度 焦度多少 焦度A是等於那個斜率 斜率的話就是 速度變化是-50 墨數 減出數 -50 它經過50秒 所以是-1 公尺 是-2 互號代表它的方向 跟速度的方向相反 所以這個等 這個是等於300 乘以-1 所以是-300 牛頓 互號代表 這個 跟速度方向相反 所以C 這個選項是對的 那C對的話 D就錯了 D他說是200 所以大家應該要學C 所以大家應該要學C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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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